如果你要產生那個APK的話 其實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可以完成了 除了說你可以把這個執行到模擬器 不過有時候可能你要再裝模擬器 太麻煩 倒不如你第二個方法是你可以到哪裡了 建置 建置裡面有一個什麼 建置這個 206 APP的這個你把它按下去 關鍵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輸出APK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方法最簡單 所以你把它安裝完Visual Studio 然後呢把那個 專案名稱206 APP 第二個呢把你專案裡面的東西拖拉進來 第三個的話呢你就直接到建置裡面 的建置 這樣子的話呢其實很快按下它 它底下會跑一下 然後它會跟你講說已經存在 因為剛剛我已經跑過了 跑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它就會完成建置成功 不過通常是成功比較多啦 那因為我們這邊我是用遠端遙控我自己的電腦啦 因為我們這邊的電腦好像 還要重新開機還怎麼樣 會有點問題 那最後呢你再到按右鍵 找到那個在 檔案總管中開啟 你會發現呢 剛剛的BIN裡面 會有一個資料夾 這個BIN 打開之後的話 裡面呢會有一個debug的資料夾 奇怪 為什麼點不進去 裡面的話呢就會有我們那個APK 這個 這裡面喔其實只要建置就可以 裡面呢你就可以按右鍵把這個打開啦 基本上呢就會有我們要的這個APK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打不開嗎 等一下 可能我再重新再連一下 就可以把那個APK給抓到了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大概就剛剛講的這個方式 因為 主要 你想說為什麼要用遠端 因為我們這邊好像 有一些問題 可能要重新開機還怎麼樣 因為我剛剛用那個建置 建置的話它跑出來好像就有錯誤 好像是 這邊的那個JDK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跑出來 會有一些狀況 所以 這個可能要再看一下 或者要重新啟動 但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這邊有 還原系統 所以理論上呢 假如你的環境是對的話 你把它打開來 再就OK了 然後裡面的話會有個Android 裡面的話debug 就會看到這兩個東西 OK然後我們就可以把 其中 一個啦 把它重新命名 就可以繳交這個APK了 那這個APK跟用Fongive做的APK 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這個不會受到那個 聯網的限制 OK 所以這個當然是一個轉換的方法 那提供給各位參考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說我今天 我要把什麼呢 把我的 像那個 這個 我們CAMERA PEOPLE 裡面最後還有講到有關什麼 像這個上面呢 我的ICON 如果要 設計成我要的樣子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 希望那個圖示 能夠變得更漂亮 不過這個是 就是錦上添花啦 但是錦上添花 有時候 有的話更好 但是沒有的話 其實倒也還好啦 因為看起來其實 已經OK 但是只是說如果 我可以把這上面呢 用我自己想要的那個 ICON 那會更好 可是要怎麼去 這個 這個重新 設計成你要的ICON 那這邊的話 我大概有幾個流程 123 反正大概就是照這個步驟 把它做完 那你的ICON就可以變動了 首先的話呢 你可以到那個 這個網站上面 有個Easy ICON 裡面的話 這個網站裡面 它提供了非常多的ICON 那你可以 用搜尋的方式 找到你要的ICON 不過這個連 好像是連到 大陸還是國外 我不知道 就有點慢 那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增加一些 程式碼進去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 這四個ICON做變動 那因為呢 我們這個 練習的關係 所以我有把 下載這個ICON 的 當然你可以搜尋一下 我只想找什麼 CAMERA之類的吧 CAMERA OK 然後它會找到一些 有關那個相機的吧 那我就從這裡面 去挑 挑的那個 大小大概就是 32x32 然後把它下載之後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 再花時間找的話 你可以再到 我們App 設計裡面的 04 裡面 找到ICON 那我有把這些ICON 放在這裡 總共會有 其實就四個啦 這邊好像有重複的 這邊把這些重複的 把它移掉好了 總共會有四個 那把這四個 下載下來 那我們等一下就利用這四個 四個ICON好了 就去取代什麼 取代我們原有的這四個 攝影 攝影的名詞 一直到意見回覆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做法大概就差不多 剛剛講的 我們第一個 先 不過呢 如果你要重新 新制定ICON的話 一定也要升級成1.45 我記得好像我試過用1.0的版本 太舊了 好像不行 然後我們把那個ICON下載下來 並且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的話呢 裡面會有 當然有重複的 不過你把那個重複的刪掉 再來的話就是看一下它的尺寸 像這個尺寸好像太大了 47乘47 標準是要32乘32 所以 最好的方法 那你可以把它改一下尺寸 改成32乘32 但如果你手邊沒有特別的工具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工具 小畫家其實就可以了 有沒有小畫家這邊點開來 那你可以把這張圖 拖拉到小畫家上面放開 再利用什麼調整大小 裡面像素部分 把它改成32乘32 這樣就可以改了 所以你不需要什麼還要用Photoshop 真的不需要殺雞用牛刀 其實很多東西 小畫家 就夠了 OK 所以只是說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小畫家也可以 還要特別去學一個Photoshop 結果Photoshop學了半天還是 怎麼調整大小還是找不到 為什麼因為Photoshop的功能太複雜了 所以有些東西簡單就簡單用一用就好了 OK 他調整完之後怎麼樣 你就把它儲存 Save一下 好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的大小有沒有32乘3 有沒有32乘3 OK了 這個有沒有30 沒有 那怎麼辦 一樣 再請小畫家代勞 怎麼代勞呢 拖拉過來就好了 調整大小 像素 32乘3 因為他會同步的 儲存一下 這給32 其他都一樣 所以我就 調個意思一下 這個像素 不過這個 這個好像 這個 這個好像他的尺寸 不一樣 不過沒關係 只要有一邊三車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不調好了 我們來比較一下 因為有條跟沒條 有沒有差別 一 先準備好四張圖 我要做什麼 把我們那個底下的四個按鈕變成四個不同的圖 二的話 請你把這四張圖丟到哪裡呢 丟到我們的 那個image的目錄裡面 這個image 網站裡面的image 那你又把這四張圖呢 分別 把它丟進去icon裡面 這個四張 拖拉到image裡面放開 記得要丟準 你要丟歪了 丟歪了就找不到 圖就找不到了 放開 OK 1234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只要找到那個 最上面 一樣找到head head之前有講過 他的那個 就是 頭的部分 意思就是這個網頁的 上面頭的部分 那有一個 斜線head 在這個斜線head上面 Enter一下 把剛剛的這個雲端上面有一段程式 增加CSS的設定到head上面 這個程式嘛 那這有四個按鈕 所以這邊有 第一個按鈕 就是這一段CSS 他就定義什麼 我有一個icon 就是叫01lis 然後呢 他的那個相關設定都在這裡 圖在這裡 Size在這裡 所以第1張有沒有 第2張第3 所以實際上這個CSS 制定好之後 那我們 才有辦法 再到哪裡呢 再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 應該是底下netbar裡面 icon就可以重新制定了 所以 第二個 把它複製一下 記得喔 這個複製一下 貼到哪邊呢 貼到head上面 這個的head上面 貼上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就會定義有 四張圖 從這邊拉過來了 再來 到哪邊呢 到我們的 icon這個 netbar 請你找到 首頁的 這個netbar 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預設的icon 叫dataicon 有沒有 原來是information 那請你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剛剛 CSS 第一個名稱 叫做 01 其實就上面這個 就是01lis 這個 那你把這個01lis 如果你擔心錯的話 複製一下 Ctrl C 貼到哪邊呢 貼到這裡就好了 那那個部分意思是說我自己定義出來的一個icon 一個icon 那試一下 理論上把它save一下 看一下好不好 其實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如果第一張圖出現的話 那恭喜你了 有沒有他就自己抓過 所以 一樣的啦 所以第二張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做呢 把這個02icon 02camera 有沒有 複製一下 把它改哪裡呢 改那個剛剛的 這個 第二個 相機 OK 當然我是去 特別還去找的 上面找 然後03是photo 就是那些 相簿嘛 所以讓它看起來 更加的 這個 跟主題 完全 契合 這樣的話呢 做出來的那個icon 感覺 就更專業了 OK 把它save一下 那再來就是 再按即時一下 把即時再按 按一下 那看一下四張圖有沒有出現 1234 OK了 最後如果說你怕 看起來 不知道在 手機上看到效果怎麼樣 你可以這樣看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那可以理解吧 所以其實 其實並不難 三個動作 一 把四張圖 拖拉到image 二 把剛剛那個css 那個就css 貼到head的上方 head的上方 這邊 因為我定義出 四個圖 四個icon 所以將來呢 就可以從我們netbar裡面的icon 去抓到這四張圖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直接 再到瀏覽器中 預覽 應該就可以看到 其實效果 應該也就是如我們預期的 但是呢 我剛剛 這 三個圖 有縮小 所以看起來應該 比較正常 可是這個好像有點被裁邊了 因為他圖 太大了 所以他變成說 如果你本來應該放32x3 結果你放了一張比較大的圖 然後他變成說他邊緣 會被裁切掉 所以你會發現 他變成說好像 只剩這樣子 對不對 怎麼辦呢 一樣嘛 你就把它 再 做那個 裁切 就做那個 我們小畫家一下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小畫家就已經很好用了 會用的話 什麼工具都好用 不會用的話 再好的工具你也不會用 OK 所以這邊的話 32 然後把它儲存 Safe一下 不過因為我現在存的是在下載這個icon 所以我可以再拖拉到image裡面 然後他應該會顯示要不要覆蓋吧 沒有沒有反應 理論上應該要出現那個是否要覆蓋 還是沒有貼成功 OK那大概這樣吧 或者你直接從image根目去把它貼一下 看一下 圖有沒有 所以 這看不太出來 類似有這種做法 其他如果說你這個箭頭 這其他的都要變更的話 做法其實都差不多 所以剛剛講的動作 圖檔在這個地方有四張 那程式的部分呢 就是把它貼到這個 這一段貼到head的上面 再來就是設定什麼 設定這個icon 從這邊設定也可以 從這邊設定也可以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所以 最後呢 底下還有那個 布景主題的顏色 如果說我們已經把它改成 1.45的版本 再來你可能將來 你在挑布景主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挑1.45的 布景主題的顏色 其實1.45的布景主題 又更鮮豔 而且變化更多 所以我倒還蠻建議你 如果說 將來要做一個 很酷炫一點的 App的話 其實 一定要用1.45 而且呢 一定要把icon 換一下 這樣證明說 你這個 裡面呢 看到的App 基本上呢 就跟一般 坊間 甚至Play商店裡面的那個App 就是 完全是 不一樣的 感覺 比較不會像是 好像上課隨便做的練習 然後你第一印象 因為其實大部分人 都不是專家 所以還是看外表 所以你外表一看就覺得酷炫 然後呢 圖也都非常的酷 第一個啦 直覺感覺 哇這App應該是 比較厲害的 所以相對的 會覺得說 哇你應該是這方面的專家 OK 所以後續啦 我是建議 如果 如果你們在那個 期末的作業上面 假如說你要拿更高分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 更多的東西 但如果你只是拿基本分 沒關係 你就交給我的是一個 基本的一個App就好了 反正我就看 你們給我多少 那我就給你多少分數 那取決於 你能不能 利用 那個我們上課講的東西 基本上如果說 你對於上課的東西有稍微不了解的部分 那我上課 基本上都把它錄下來 一樣會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 回去還是要消化吸收一下 第二個的話 雲端上面也有程式 只要能夠貼對地方 我想應該還蠻順利的 這些東西 看似 是沒什麼 但是很多 可能花了我非常多的時間 才終於找到那個答案 像製作icon 這個我也是 花了很多時間 翻了很多本書 終於好像有一本書講到 但是 做完之後還是 看不到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看到哪一個吧 好像國外的網站 有一個 一個 外國人有介紹到 試了一下 原來我有一個地方做錯了 改一下 原來 這樣就OK了 不然看似 平凡無奇的東西 背後其實 有很多的辛酸血淚 可能你們是無法理解的 但是趣味性也在這裡啦 走過了之後 你會覺得 其實 感覺會非常踏實 尤其對這些技術啦 為什麼因為 你不論 問我的 是 這方面哪一部分技術 基本上 你應該是 很難考得到我 即便是新的技術 也可以馬上 跟上 像最近 之前去 那個評審 我發現 很多人都會用一些雲端的資料庫 叫file base 那這部分當然我比較少用 不過回去我馬上就把它用 而且馬上 在別的地方 當教Python的時候 馬上就教他們怎麼用Python 去連結雲端資料庫 花的時間其實很少 為什麼因為其實已經掌握要訣了 所以有的時候 學習是這樣啦 主要還是要觸類旁通 而且 這些我是覺得都還蠻有成就感的 因為 你教的東西大家都很需要的東西 你會覺得你很有存在感 但是如果你教的東西是 大家都不是 學得好像有點沒有 太大的興趣的話 當然 這個存在感就越來越薄落了 甚至會質疑說 你到底教這個 東西還有什麼意義存在 不過主要 還是 需要 很多的時間 去思考很多的問題 當然我目前看到的是這個App 對於未來 是會有很深遠的影響 因為處處如果有App 真的太方便了 像我現在 出國訂機票 或者出國 訂飯店 還有出國要 去怎麼搭車 還有出國要怎麼去 做什麼事情 好像都離不開手機的App 有沒有 Agoda 或是hotel.com 或者是什麼 你要訂機票的話 你可能用什麼scan 還是什麼 FindTime 還是 你可能到 甚至航空公司每一家都有App 如果你沒有App的話 那你可能在 整個產業裡面是不會被看到的 所以每一家公司 基本上他一定都會需要有 會撰寫App的 相關 這個人員 那這樣職缺就必需要了 那當然網站也是需要 不過網站 慢慢 會漸漸的視為 因為大家用習慣用手機的App之後 好像 就慢慢 直接乾脆在手機上操作就好了 幹嘛還要在 電腦上面 除非說你有電腦 甚至有些人可能連電腦都沒有 或者在外面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請各位 就 試著把 我們 這學期 因為 這學期教的東西 不算太多 也不算太少 但是要時間消化 所以 下一次上課 就留給大家 把這個作業 給做完 那最慢的話 就是 下下 個禮拜 以前 喔 那我會在 Polo上面開一個 就是 期末 期末作業 然後你就是 繳交三個東西 一個 VIP 一個 APK 然後再一個就是 簡報檔 檢報的話 你就 把畫面抓一抓 貼一貼 說明一下 如果有新度歷程 就 寫越多越好了 那 就看 你的時間 反正你的成績就跟你 你給我的東西 是三元城鎮比 當然我 好 很期待啦 如果說你們 每個人都能夠有自己的 Play商店上面都可以看到作品的話 我相信 不得了 以後的話 這個 至少我覺得 你在履歷上面一定會比別人精彩很多 可以試一下